Sanpa Hi good evening 原谅我这个混暗的环境 因为最近的片子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只能这样联手拍 一直拍到了晚上 光线不如好好请大家见谅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十月份的爱用品 我不敢相信现在已经十一月份了 尤其是我刚从就是南方那边回来 就感觉一下子从夏天就进入了年尾 这种感觉 我不想让时间过得这么快 但是我今天呢还是会跟大家分享非常多 我十月份期间特别喜欢的彩妆 有一些呢是私下一直在用 然后没有拍视频跟大家分享过的 也有一些呢是可能你们已经眼熟的产品 它们呢也都是很适合就是过冬过年 这种更具有冬季特点的一些产品吧 也会分享两个我彩包的大牌的每一瓶 所以今天的视频还是不要错过啦 好那废话话说 那就进入今天的主题 你们是喜欢冬天多一点还是夏天多一点 我其实个人会更喜欢过夏天那种感觉 因为觉得人会更加喜欢活动 会更喜欢去户外 还有各种冷饮可以喝 但是到冬天吧就是 就感觉整个人畏畏缩缩的 到了室外脖子都不敢伸出来 就感觉低温的天气还是会让人丧失一些动智的 冬天最爱干的事呢就是 缩在被窝里啊 看剧看视频看电影 抱着一杯热热的奶茶 没错 今天第一个就是一个很罪恶的东西 这是这一杯 这不是奶茶 这是热饮 这是我最近喜欢点的那个 护上阿姨的卖卖椰香 好像夏天的时候叫做什么青柯 什么白 青柯白玉椰汁什么什么玩意儿的 这个是我最近特别喜欢喝的 因为像奶茶这个东西喝多了还是会有点腻 然后我现在就换成了这个椰奶的这种饮料 然后它里面是有加了燕麦的颗粒 还有那种青柯的颗粒 非常的有嚼劲 就是口感非常丰富 并且它里面还有珍珠 它那种珍珠呢是那种淡茶色的珍珠 我特别不喜欢吃那种又黑又弹的珍珠 就感觉嚼不动 就嚼不碎 我不喜欢整颗吞珍珠的那种感觉 那它这个珍珠呢就是稍微更软糯一些 是能够让你嚼碎的 所以这个呢就是比如说早上起来懒得吃早饭啊 或者是着急去个什么地方 你可以直接带一杯这个奶茶 它还给你一种饱足的感觉 当然是热量肯定是不低了 所以千万不要摊杯 像今天我下午呢就觉得很饿嘛 就点了一杯 一定要加微糖 微糖就足够甜了 千万不要买大杯的 大杯太多了 你吃完会撑的吧 中杯这个大小就还挺合适的 总之千万不要摊杯 千万不要摊杯 好下面我们就进入一些正经的分享 最近问我粉底液的人也越来越多 那么我只能告诉大家 我目前使用频率最高的 适合冬天的粉底液呢 就是这三个 这三个里面我最近用的最频繁的是 RMK的这个叫做水凝柔光粉霜 它挤出来的质地呢 没有太多的流动性 就是霜感的 乳液霜感的质地 然后推开呢 它的遮瑕力是中等 但是如果在眼下叠加呢 其实也是能够 也是能够盖掉一些 也是能够盖掉 也是能够盖掉那个 也是能 也是能够盖掉 七八成的黑眼圈 现在说话怎么还走掉呢 它会是那种奶油肌的效果 非常的健康 这个色号呢 对于我现在来说非常的合适 这色号是什么 102这个色号 然后它们家这个光彩粉霜呢 会更加的滋润一点 我感觉 就这个小瓶子的 我这个是买了特殊的拆卖的包装 所以你们可能很难买到跟我一样的 这个色号也是102 就它加102这个色号 用在黑黄皮脸上非常的合适 我觉得是够滋润 但不会给你很油腻的感觉 因为有的适合冬季的粉底 它就很湿 不抓脸 这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然后妆效呢 非常喜欢 是很细腻 很贴的 牙齿蓝带的汽水呢 也是非常适合冬季的 只不过呢 如果我想要更亮白一点的妆效 我会用它 我想要更贴我自己脖子的颜色的话 我就会用这个RMK的 妆效上跟这个很相近的 一个日本的粉霜呢 是魅点的 这个你们应该都看过我之前的推荐 我非常喜欢这一瓶 但是这个我已经开封很长时间了 应该是过期了 所以我今天不敢再打开 你们感兴趣的话 可以翻一下我之前对它的测评 就是反正日本的粉霜 跟我的八字非常合 我非常喜欢 我今天的底妆呢 就是用RMK的那个水泥粉霜 但是用它有一个问题就是 可能整个肤色跟我身上太接近 就不会显得特别亮白 像我想完成这样一个 比较精致的妆的话 肯定是需要一些提亮在脸上的 但是冬天呢 又不喜欢涂很多层的遮瑕在脸上了 就显得底妆特别厚 然后我最近呢 发现一个特别好用的 我找一下 特别好用的粉饼 它就可以解决我这个问题 就可以让我很轻松的提亮了 我面中 看到我今天眼下 下巴还有额头 鼻梁 这些地方都是有一些 很自然的提亮效果的 看上去呢 也不会有一坨粉啊 或是干干的卡在那里 这个非常的服贴 这个是蓝色的 我忘了介绍这个名字了 这是蓝色的 炫色修颜蜜粉饼 去年好像是年度总结 还是哪里 就非常喜欢他们家的粉饼了 就他们家粉饼做得很好 粉质很好 像我手里的这个呢 还有一点非常特殊 就是它粉饼啊 是分了四种颜色的 有肤色 有亮黄色 粉色跟蓝色 嗯 其实它是有带一点点轻微的 校色作用的 它的颜色呢又很适合我们这种黄种人用来提亮 并且它也是一个非常适合拿出去补妆的粉饼 因为它前段时间在会这个时候 我也一直在用这个 我就发现不管是在夏天 还是稍微干一点的地方 用它来补妆的时候 都不会让这个粉很容易卡进皮肤 也不会让粉显得很干燥 它的粉里面就是带有一点微微微弱的那种 也不能说是光泽感嘛 就是它这个粉是有点透出一种断光 霜感光泽的效果 我不 很难形容 就它的这个粉 你摸上去会觉得 好丝滑 好绵密 并且用这个粉铺来上的话 就按在眼下的话 你会觉得它有一定的遮瑕效果 就是可能你的黑眼圈一开始被底妆遮了 大概是六七成 但用上它之后就感觉遮到了八九成的样子 所以说它用在眼下的提亮效果非常好 如果你是很容易粉底暗沉呢 或者是觉得平时脸上缺少一些立体感 真的一定要试一下这种提亮型的粉笔 粉饼 粉笔 这个真的很戳重 我每次上完底妆 我都会用它来盖一下我的眼下 所以说我觉得也是相对更适合冬天 因为它没有那么的干燥 今天我用这个眼影怎么办 我超级喜欢今天的眼妆 就是非常具有秋冬的感觉 我用的就是完美日记的这个九红盘 虽然它这个配色 你可能第一眼看上去觉得 OK 就是一个红棕色系的盘子嘛 没有什么特别的嘛 但是它很好的将一些你秋冬就最想要的那些颜色 结合在一起 放在一个盘子里 就比如说它这个盘的质地啊 分为亚光珠光还有金属质地的 还有小闪片的 还有带有一些偏光效果的 就是它虽然只有九个颜色 但它把这些质地融合得很好 然后粉制作的 其实这两个颜色让我非常的服气 就是非常热烈的莓果色 还有这个带有一些金色细闪的深棕色 这两个颜色的可玩度非常高 然后像我今天眼上主要的颜色呢 就是这两个眼睛上一个大面积使用的颜色呢 就是这个颜色 Unstoppable 然后它里面也是带着一些细碎的 金色的小闪片 就非常有节日气氛啊 就很适合冬天这个季节 哇 它的这个粉制的严整性 真是简直呢 非常的热烈 显色度非常的高 就很适合你把它 点缀在眼线那个位置啊 或者是下眼睫那个位置 给眼睛给眼神增加一点点 那种秋冬的红色的感觉 让我喜欢另一点是它作为一个酒红色系的眼影盘呢 它搭配了足够多的巧克力色系 可以画出非常浓郁的浆果色调的眼影 或者是那种深酒红色的那种暗暗的眼影 如果你没有这种很有冬季色彩的 浓郁的酒红色的盘子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考虑的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三个 口红是我近期特别喜欢的 很适合秋冬季节的 首先给大家看一个大牌 就是Path家的 哇 太正了这个颜色 哑光唇膏里面 把颜色做得这么富裕 做得这么极致 然后顺滑度又这么强的口红 我买过这么多 就真的觉得 派人家 口红界的派斗当之无愧 然后这个色号呢 028是一个很适合冬天的 一个深红色 它是带有一点点冷色调的一个深红色 所以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显白的颜色 非常适合我穿黑色的衣服 或者是穿一个白色的外套 就搭这个口红 就真的是在人群中会让别人多看你几眼的 超级美这个妆效 而且它这个哑光呢 甚至不带有任何光泽的哑光 然后它在我嘴巴上 在冬天这么干燥的季节 不会让我的嘴巴缩成一团 所以这个颜色我非常非常喜欢 如果你想买一个 真的大牌质感的 我绝对推荐这一支 然后呢 是两支稍微评价一点的 照顾一下学生党宝宝 欧莱雅的这个小棕皮 前段时间你们也看到我分享了 642这个颜色 因为我这种色调 这种感觉的口红很少 所以我买到它之后我觉得很惊喜 所以我最近也一直在用 然后它是比较滋润的质地 比较清透感的妆效 也是非常适合冬天的 就不会给你的嘴巴造成任何负担 只不过它容易掉爱沾染 然后你就记得多补几次就好了 然后它颜色呢就是很温柔 会适合非常多的妆容 但是注意用它的时候呢 底妆呢尽量的干净一些 它是为数不多的 很适合黑黄皮的这种奶茶色系的颜色 哦超级温柔 这个我很喜欢 那还有一支呢 就是国货里面的Yukates 他们家的这个雅光系列的口红 虽然说他们这个包装呢 就看起来比较的 但是不得不承认 他们这个膏体做的非常的顺滑 这颜色的发色也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浓郁了 然后呢它虽然说是一个雅光的 但它是属于那种丝绒光感的 就它还是会有一点点微微的反光 所以它上在嘴巴上呢 是偏滋润的那种质地 是这种断光的丝绒光感的效果 这个颜色我是真的很喜欢 叫做松子琥珀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冬天的 带有一些棕色调的 带有微微的一点橘色调 暖暖的 棕棕的 让它涂出那种渐变唇的效果 也是很好看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 人人都应该有的一支颜色 就完全不挑皮 不管黑黄皮白皮 它涂上都是很显白的一个颜色 就这个是上嘴非常舒适的一支 国产的雅光唇膏 最近我喜欢用的眉笔呢 就是支优权的这个 我也不多给它介绍了 因为之前呢 有很详细的上妆过程 因为它的特点呢 就是自带一个染眉的小工具 像我这染了头发之后呢 我就很喜欢它这个设计 然后它的眉笔呢 用起来也是 我觉得很好用 不会不是那种容易结块的 又不是那种非常显色 让新手有点hold不住的 然后它的这种 扁扁扁的这种设计也非常好 然后颜色也喜欢 但是有一点就是 我每次把它打开的时候 经常把里面这个眉笔给刮断 所以说用完之后 把它再缩回去 会比较好 我就好几次 把这个笔系给带下来了 我冬季的真爱高光 我不得不把这个再拿出来 这是CT的液体高光 每次用它 我都是忍不住的 想要欣赏一下自己脸上 这种细腻的这种肤光 在我看来一点都不显毛光 就像是 你的皮肤好到能够发光的感觉 就这种妆效 真的让人很迷恋的 我喜欢用在底妆之后 定妆之前用它拍上 虽然我这些都有扫了那个粉柄 但是那个光还是会透出来 因此它的妆效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由内而外的这种光泽 太美了 太喜欢这个了 我觉得它是一个 非常值得投资的一个大牌高光 最近最喜欢用的修容呢 就是我在香港刚扛回来的这一支 虽然就这几天吧在用 但是我能感觉到 我会非常喜欢这个 因为用中间这个较浅的颜色 打鼻影非常自然 绝对不会给人那种 三吨的鼻影在这里 打在这个地方 就是比较自然 又能看到效果的 又比较贴合我肤色的 这么一个颜色 对黄皮02号色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下手的 是总体比较偏自然的那种感觉 如果你画欧美妆的话 不要选择这一块 然后要分享两个雷品了 其实分享雷品 每次对于我们来说 对于我来说 都是很扎心很心痛的 因为白花花的颜色 换来的大牌的这些彩妆 尤其是 TOM4这个 这个之前我是对这颜色 真的是盲目的喜欢 就觉得这颜色好看 但是 你们看我下个Vlog的那个颜色 我抱怨了一通 就它的08号色 就Matte的黑管08号色 我不知道是这个色号的问题 因为它是有点紫色调的 还是说它整体 TOM4的口红 就是被大家捧得太高 我是没有觉得 它质地上有任何 让我喜欢的地方 可能是我每次用 我的嘴巴的状况比较好 没有感受到它 很致命的缺点 但在前段时间 我越越越觉得不对劲 这个颜色的那种黑色的膏体 膏料就会卡在我的唇纹里面 整个颜色 整个唇妆 就感觉非常的不均匀 非常的斑驳 然后还有黑黑的东西 就看上去非常恶心 非常脏 然后又很干 然后呢 它也没有说 像Pat那一支 涂在嘴巴上那么顺畅 它还是有点咔咔咔那种感觉 这一支的话 如果你们正好在草单里 可以稍微的谨慎一下 再看一下别人的分享 再看刷色什么的 另外这个呢 就是贝林飞的 你好开心粉底液 我好不开心 我买一套你 主要表现在 它的遮盖瑕疵能力太低了 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 就真的很不适合用这个粉底液 然后它这个色号呢 可能也是没有选的 最适合我吧 就灯光一打过来呢 是会有明显的泛白的 就根本就没办法 涂着它去参加一些活动啊 party啊 就别人闪光灯一照 你可能就是一张 鬼一样的大白脸 另外就是它这个质地啊 夏天用呢 又不够持久 不够哑光 又会感觉它这个水分 蒸发的很快 会有点拔干吗 反复的用了几次 还是没能爱上这个 你好开心粉底液 反正是跟我八字不太合 这个你们下手的话 也稍微的慎重一些 好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没有分享过多的产品 都是我最近还蛮喜欢的 其实还有一些 比较评价的东西呢 我是想要做一期特辑的 就是物美价廉的 毫无分享的一个特辑 因为到了年底了 各种合集都要来了 所以大家做好准备 也谢谢大家这段时间 对我的支持 也最近你们懂得 就是一些工作比较多 总之就是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 想要看更多的特辑 分享的话也别忘了点赞 告诉我